好,农委会补助花莲县政府农业处规划农产品的冷链物流的中心 目前已经是进入了规划的阶段了 那么张怀文议员也关心地方农产的竞争力 也走访了在地业者来了解冷链系统 那么对于养殖业者在市场的竞争力上的优势 也期望相关的单位能够来了解 花莲县政府农业初已经着手规划建构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对于花莲县区的养殖业者 长期以来投入在冷链系统上的设备建构花费相当庞大的压力 尤其疫情期间冷藏栽培锻炼的吃井更是凸显了养殖业者 冷冻冷藏设备严重布置的窘境 让冷链需求大幅成长的原因在于近几年电商崛起 国内冷链物流无法稳定扩张 再加上疫情爆发后实体店面歇业 生鲜冷冻食品与冷藏食品的销售暴增 导致国内冷链物流不堪负荷 发现到我们农产品在冷链的这一块物流的后端 可以说是对于我们的农民需求可以说是非常的重要 那不管是选址也好 那还有我们的设备上面的购买 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更专业的团队来协助他们 那么我们也期盼透过冷链的这个物流 能够让我们的中南区的农产品 能够顺利的运到我们的外线市 能够维持它的保鲜度 能够维持更高 让我们价钱能够更好 在了解养殖业者冷链设备需求上的困难 而花莲更是农产品的重要产地 更凸显现有的冷链仓储与运难都有所不足 记得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